诗篇第八诗篇 以色列的牧者 带领约瑟好像带领羊群的 求你留心听 坐在基督博上面的 求你显出荣光 在以法莲、变亚敏和马拿西面前 求你施展你的大能 前来拯救我们 神啊 求你使我们复兴 愿你的脸光照我们 我们就可以得救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你因你子民的祷告发怒 要到几时呢 你使他们以眼泪当饼吃 使他们喝满杯的泪水 你使我们的邻国因我们纷争 我们的仇敌也讥笑我们 万君的神啊 求你使我们复兴 愿你的脸光照我们 我们就可以得救 你从埃及带走一棵葡萄树 你赶出外族人 把这树栽上 你为他预备了地土 他就深深扎根 充满全地 他的印影遮盖了群山 他的枝条 遮盖了高大的香薄树 他的枝条伸展直到大海 他的幼苗直到大河 你为什么拆毁他的篱笆 任由所有过路的人采摘呢 从树林中出来的野猪 践踏他 田野的走兽把他吃了 万君的神啊 求你回心转意 从天上垂看 剑茶 眷顾这葡萄树 眷顾你右手栽种的根 和你为自己培育的儿子 这树已被火烧 被砍下 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灭亡 愿你的手护毙你右边的人 就是你为自己培育的人 这样 我们就不退后离开你 求你救活我们 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 耶和华万君的神啊 求你使我们复兴 愿你的脸光照我们 我们就可以得救 感谢观看